Hello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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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解说员王建国 我是解说员霍兰 欢迎大家来到 轻轻松松宇宙最强编辑部 第一届运动会的转播现场 是的 本届轻松松宇宙最强运动会 是继2022北京冬奥会 及2022女足亚洲杯以来 又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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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2022年的比赛 本届赛事 共有来自同一地区 同一街道 同一栋楼的整整两拨同事的参与 没错 他们分别是由我率领的少年老成队 和由我率领吧 让座半少年队 在上半场的比赛中 我方队员在竞走 冰湖 足球 拔河 举重这五大象中 取得了4比1的巨大优势 你挨了对手 没错 同时呢 根据赛事组委员会最新颁布的规则 在下半场的比赛中 得分较高的队伍 将直接获得整场比赛的胜利 上半场我们比啥呢 我们比赛呢 不是 那我们赢了有啥用啊 没用啊 不是 这也太不正规了 我们这是很正规的 你看咱俩现在是一个非常正规的中场播报 接下来还有更正规的中场表演 你想不想看 他想看 那么接下来话不多说 有请我们的脱口秀宝贝 有请 本场我们的主题是更高更强更快乐 有请米大 欢迎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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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由海天好友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 女足亚洲杯 女足亚洲杯连续的两场逆转 然后那个酒吧 然后那个酒吧里很多人大家都都很激动嘛 那肯定很激动对吧 就是男男女女的谁也不认识谁 就是太激动了表达一下心情 我们说一起唱一下 我们说一起唱一下坑枪玫瑰吧 那个演唱的过程就是 那肯定很激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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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男子肯定很激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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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我喝完啤酒下口梯的速度 非常快 非常快 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已经在酒店的床上了 怎么回来了 我的记忆都追不上我 今天的动画会 大家都记住了王萌的精彩解说 他的眼睛就是尺 其实当时王萌的旁边还坐了一位 呆若木鸡 哑口无言的黄建祥老师 王萌的眼睛就是尺 黄建祥的嘴就是锁 但是黄建祥老师解说了这么多年 陪伴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的 一个老解说员 对吧 他其实说不上话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少的 今天我们也一起期待他的脱口秀 我们期待这一刻王萌附体 体育专场肯定是少不了女足姑娘的 但是呢我们女足队员一向是训练不松懈的 今天呢因为集训没有时间来到现场 等一下呢将会以视频的形式给大家表演脱口秀 让我们先请女足代表马军跟各位提前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马军 我就是刚才弹总说的坑枪玫瑰 不是你们那边带刺的玫瑰 很遗憾今天不能来到现场 只能通过线上的方式和大家连线 我也很期待今天的体育专场 我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谢谢大家 接下来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乒乓球运动员 福元爱 我们的老朋友 老对手 世界大赛女单最好成绩呢是铜牌 这不是说人家打得不好 前两个名都是中国队员嘛 那是普通的铜牌吗 那是一枚金灿灿的铜牌 也是因为疫情 只能跟我们通过远程连线的方式 也让福元爱 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小伙伴的朋友 你们好 我是福元爱 这次没能来到现场 跟大家唠嗑 还是挺不对劲子 等一会儿打算 给我们带来一段 什么样的东北脱口秀呢 其实东北话 就是我的普通话了 所以我就很自然的 可以跟你们表演 听一下 我的透过秀 哈哈 不请不愿呢 得那我们谢谢福元爱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好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拜拜 感觉福元爱上一句就喜欢的老铁点点关注 非常欢迎各位体育界的朋友 今天不需要各位展示更高更快 什么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今天只需要更炸更斗 够幽默就可以了 第一位 你别